内地製片人施建祥在美国被捕 被控以欺诈手段取得入境签证 57岁的施建祥上星期在拉斯维加斯 出席有关投资加密货币活动时被捕 司法部声明指 他在2016年申请非移民签证时 去报自己没有用过其他名 其实他有其他名的身份证明文件 控以欺诈及滥用非移民签证罪 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 法院指他有潜逃风险 需要继续还押 施建祥曾经投资《叶文三》 和《大光诈》等电影 因为涉嫌集资欺诈被中国通缩 5年前潜逃 住在洛杉矶 他亦因为欠租500多万港元 3年前没有在香港出庭 被班令破产